詹咪 竭力榮園讓大學生可以在自己社區徵稅 投票這個民主行為 其實多少會阻礙一些有心人士的計畫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竭力榮園 聽不懂喔 其實就是將選區劃分成對特定某方有利了 美國投票規則千奇百怪 例如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的70個社區改良計畫中 密蘇里州允許住在該區的住戶來評估增稅和改善計畫 如果該社區沒有任何可投票的住戶 那就只有地主有權力投票 地主們想透過降低消費稅來籌備資金 但這樣一來 提供資金的人將會是來自於社區附近的低收入庫 不過這些地主們不知道 就讀密蘇里州大的小禎 是他們社區唯一登記的選民啊 這些黑心的地主們想讓小禎失去投票權 來方便自己的戲劃實行 但是女大神小禎 哪會這麼容易被他們操縱呢 她可是社區唯一可以決定一切的人啊 看來這些地主們得再動動腦來剝削大眾囉 小禎